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兩天比較悶 但是如果你說 由上星期到現在來說 是錯的 因為之前來說 市市大約在五月底 22,400左右 上這些位置見底 接著炒上去 夾到上去25,200左右 25,200左右 25,200左右 最主要是炒 這一段夾上去 夾那個幅度比我想像中高 而它夾上去的原因 最主要是炒經濟復甦 但是炒到上星期三 25,200左右 25,300左右 這些位置 情況下來說 突然間 突然間 又拿出來 疫情第二波出來說 我自己就擔心 擔心了那一段時間 但是 可能是我過早擔心 直到上星期三 開始 看到美國的確診人數 自從在遊行之後 自從從啟經濟之後 開始突然間又回升 再加上中國 確診人數都有回升的跡象 突然間就拿回 擔心疫情第二波出來說 令到市場突然間是 回得比較金 還有就是 美國聯儲局突然間說 它對美國經濟復甦的預期 又突然間又說弱 它是一時時的 亦都是其中一個因素 令到市場突然間 但是很明顯 你看到的情況 就是 無論香港或美國都好 市一跌到差不多 就一定的支持力度 還有的情況就是 尤其是美國 市一跌 之前那個擔心疫情第二波 那一下 一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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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會有些經濟刺激的措施出台 最新的說 是有可能有1萬億美元那個刺激基建的計劃 然後令到市場夾上去 那你說整體的大局來講 你問我 我覺得 不排除有機會 現在 這個人經常說 香港國安法 是不是 那 疫情 跟著又經濟衰退 又 有資而處 這些問題 經濟數據固然又差 各樣那樣東西 而香港國安法是其中一樣東西 令到有很多人 覺得 國安法 鬼佬走了 香港不行 失業佬又衰 很多人 聽這些東西 就嚇到你 令到那些人很想去做譚 但我反而這樣想 我不排除 就算鬼佬要走 那些外資要走 你國安法 各樣那樣東西 就算要走 都先夾一層 視線 才可以成功 賺到福克才會走 OK 還有 要走 你不會一窩蜂 全部的人走 我自己就這樣想 所以 就 你現在這些位置 你做淡 你就相對性 例如說 只做淡 因為經濟錯誤差 因為疫情第二波差 因為這些因素 你單邊去做淡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我在最近的個幾月以來 一直以來很堅持跟大家說 就是拿強沽藥 沽的 沽的 沽大市 買的 買強勢股 那你如果 就是 玩股票的話 其實 真的 在很多年來 來說 我真的沒見過 這麼好炒 因為 我之前 其實很久以前 已經有跟大家分析過 在這個節目 也有跟大家分析過 在奇權節目 也有跟大家分析過 在和華夏基金合拍的節目 也有跟大家分析過 在和美股隊長的節目 也有跟大家分析過 關於說 重點就是 因為貿易戰加疫情 兩大因素 令到 而 金融經理 而錢又有很多 金融經理又要逼著買貨 在這個情況下 他可以選擇買的股票 只有很少選擇 所以 其實你真的 拘捕去炒的股票 其實是很少的 而你懂得用一些 叫做 程式選股的方法 去幫助你 篩選一些 超級強勢股 它有些特徵的 其實真的來來去去 只有幾十隻 那你在現在 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炒股票 集中炒的幾十隻 是容易炒到爆 不過 問題就是 那幾十隻 集中炒的股票 基本上是很少 是可以拿來炒 窩窩窩窩王政和其極 所以 我自己的部署 其實 我是比以往 多了時間去玩證股 多過玩衍生工具 是因為證股實際太好炒了 好久沒見 那麼容易炒 但是 OK 你要玩衍生工具 玩衍生工具 相對性來說 比較悶 如果你說股票 因為你有得玩窩窩窩王政 有得玩奇權的衍生工具 而又相對性來說 極度強勢的股票 真的不多 而其中一隻 我經常都說的 就是 是 3690美團 上面那裏我未轉 這隻是3690美團 不是700 3690美團 那 這隻美團 之前 我記得 私底下 我自己和身邊那些朋友說 之前 在大約三月中 四月左右 那些時間 一路 開始要留意 已經留意 你這隻 但那時候 不要說 抵毀 抵毀那時候大約七十元 由七十元 屈到上去九十元 其實我那時候 已經開始留意 但是跟身邊那些人說 每個人都說 不要玩了 之前 橫行區頂部 大約一百元 那麽上 阻力很重 不要想 那叫他那時候 買不想 升破橫行區 你用一個傳統技術分析的 的 屬語 叫做 突破橫行區 最向上追突破 是不是 升破橫行區 這樣 到110元 那些人都說 現在最高位 很害怕 一百二十元 再叫他追 又說很害怕 一百三十元 又說很害怕 一百四十元 又說很害怕 就難搞 因為我之前 我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就是 現在的市場 你千萬不要貪便宜 去買一些 不懂得動的股票 千萬不要貪便宜 去買一些弱勢股 因為資金真的集中 只是去炒 來來去去那幾十隻股票 而那幾十隻股票 只會是強者越強 如果你因為怕去高 那你往往會錯失一個 未來一個很重要的聲浪 而其中一些比較明顯 未來是 只會強者越長的股票 我自己覺得 包括是醫療器械的板塊 物業管理的板塊 和新經濟的板塊 那你說物業管理的板塊 OK 近來的確是多了批股的 但是你批了那些股票 你不 如果是批了那些跌下來的不需要害怕 二來是 即是你給我選擇 你會比較放心 始終我會比較放心 給你一個大型小小小 還有業管理的板塊 那類型的板塊都可以 你不是看那幾天 是真的我覺得厲害 PE是高 但是那個增長前率 真的很厲害 尤其是在現在 疫情加賣 這類型股票 我覺得是還有一段可以玩的 但anyway 今集說牛熔證 渡論 就回到這個 topic 那你如果有牛熔證 來說 又是保持著一個比較有良好的上升 勢頭的情況 股票來說 美團是絕對性 是其中一種 僅有的選擇 所以今集我還是繼續跟大家說回美團 三六九零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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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跟大家說 叫大家罵的時候 什麼時候 今個星期一 那時候寫文章 叫人160元罵 都是的 我身邊的人 那時候都不理我 當我是發瘋 在那天的旗旗節目 好像我也有跟他們說 轉頭又夾到175.9 到現在這個位置 你說短刷玩牛熔證 基本上留意著兩個位置 一就是今天的高位 如果今天的位置 175.9 繼續升穿上去 我覺得繼續可以短刷 買美團的牛證去玩一下 但我再強調 如果你升穿今天的高位 我要求它在短時間裡面升穿 什麼叫短時間呢 今天是星期三 最好在明天 即是星期四 或者後日 星期五 這兩天之內要升穿 因為見過往 如果它是有能力 在這麼短時間 即是這一隻股票 這麼強勢的 即是一隻超強勢的股票 很明顯地 一隻這麼強勢的股票 如果是向上追突破 必定要是強中之強 什麼叫強中之強呢 你拜託 你不要跟我牛皮 四五天才向上破頂 你牛皮幾天 才向上破頂 那些不夠強 在這樣的情況 你千萬不要向上追突破 OK 所以我就說 麻煩 你今天的陰燭的頂位 175.9 你向上追突破 破頂去追買牛證 不是說不行 但你要在短時間裡面 去做到這個動作 而這個所謂短時間 就是要明天 或者後日 即是星期四或者星期五 它升穿今天的高位 175.9 那我就覺得可以短時間 可以買一隻 美團的牛證 去短刷駁下 美團的牛證 比較貼價一點點 而有值得留意的牛證 就選了這隻給大家留意一下 51002 收費價158元 一毫八 OK 剛才說 向上追突破的情況 正路來講 通常向上追突破 你就一定會設定止洩位 不對路隨時走 但是如果 有兩個情況 一 你不上高追 二 它沒有向上 破到頂 在這樣的情況 回調的話 我就覺得等它回調到大約 昨天 陽足低位 在樓下 就是163元 樓下左右 那時候才很低 去吸納這隻美團的牛證 51002 收費價158元 一毫八 但是如果你問我 作為短刷的立場 基本上 隨便中到一個條件 就是兩天之內 向上升穿175.9 或者向下追穿163以下 我符合任何 A餐或者B餐 這兩個條件 其實我都會去 買一隻美團 牛證這些去短刷博 博一下 但是還是那句 這些是比較短刷一點的性質 你未必說 我不會說是落到很大 我小小的主要玩 因為你真是贏大錢的話 在現在這個時勢 我自己來說那些倉位 都是集中在股票方面多些 因為你 你要我分析形勢 是那幾十隻股票是最好刷 你明知是長生長有的 我把握性比較大 我的資金當然會留在那些股票上 但是你說 你玩牽生工具的 玩牽生工具的 這些我少少錢 短刷我 這些位可以留意一下 買美團牛證 還有來說 始終你經常怕 這些股票升得高 他很怕高追 你要避免高追 你有幾樣事情要做 避免害怕 去克服害怕 這個心態 你有幾樣事情要做 因為你起碼要知道 現在究竟形勢發生什麼事 之前我講過無數 講多次了 講了一個多月了 就是說 現在 資金只會集中 流入某幾十隻股票 強者越強 背後的原理 是因為貿易戰 和疫情的關係 而市場有很多錢 基金經理並無選擇 所以他逼著要買 那幾十隻股票 你明白形勢 這樣令到你 夠膽去高追 你要明白這件事 但是有些人 他在腦裡 他買股票 不是講原因的 他只是見到 手痕他就想買 又或者是沒有原因 那些跟他說什麼原因 他都不會明白 另外一個 要克服高追的心態 就是 你入場那筆錢 你預了擺多少錢去做紙線 跌穿紙蝕裂就走 你唯有是這樣 另外第三種 就是 在高追強勢股的情況下 但來說 你同時間 做一些淡倉 去對沖你自己強勢股的風險 那你對沖淡倉 你強則越強 你當然不會拿 美團這些 這麼強的股票去做淡 我記得以前 印象中 我起碼說過幾次 我再強調 這些這麼強勢的股票 不會炒的人 經常都嘗試去找位 去做淡 我從來都不會去做淡 這些強勢股 傻的嗎 他不斷升上去 等同你把刀 在高空插下來 你無緣無故 找手去接把刀 沒有分別 我不會做這些事情 一定不會 這些強勢股票 我只會留意去找位 去做好 絕對不會做淡 如果我做淡 我當然是找一些 弱勢股去做淡 但是問題是 你有得去做淡的弱勢股 選擇不太多 相對性來說比較弱的 譬如匯豐那些 他不是一個最淡的對象 他是一隻不懂得動的對象 上升空間有限的對象 這些股票是用來做 short call對象 並不是用來買 佩倫 並不是用來買 紅症的對象 所以如果你說 要做淡 一些比較弱勢的東西 其中一個最簡單的選擇 就是 回到最簡單的東西 就是玩指數 做淡指數 做淡指數 做淡指數來說 今天的市 這兩天的市 大約在期止24,400 上下發來發去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短期來說 那個波動區間 大約在期止23,500 至25,200 這個波動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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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 如果那個波動區間 是在23,500 至25,200 這個波動區間 徘徊的話 其實現在 市在24,400 這些位置 處於一個大約 中間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 所以 無論看好或者看下 淡 都是 有點尷尬的 說真的 所以 現在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是 純粹講指數 你不是炒 好像美團 那些強勢股 你玩指數 無論做 主動性地去做好 或者做淡 其實 都不是說 太理想的 但不是 你本身其實已經 拿著強勢股 例如拿著美團 你純粹是有一個對沖的心態的話 我覺得 你可以嘗試去買下 那些恆之紅症股去搏 那對沖的話 看 要不就是 本身已經拿著強勢股的情況下 你買一些 恆之紅症去 去對沖 倉位 要不就是 你本身拿著強勢股的情況下 當恆新指數 跌出某個位的時候 你才採取 才採取 這個叫做 對沖的心態 OK 那跌出哪個位呢 我覺得今天的低位 可以嘗試買這隻 69933這隻 這隻恆之紅症 收回價是25318 去叫做 對沖自己的倉位的風險 OK 但是我說 跌穿24076 你買這隻 69933 去不是做對沖 是主動性去做淡的話 那行不行呢 沒有說不行的 但是我這個 這個報告 把握沒有這麼大 你問我把握一定是買美團 多過炒大市 OK 炒大市 現在這個位置 中間位置比較尷尬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會傾向拿來做對沖 多過主動性去做淡 那不做淡的話 去做好又行不行 應該這麼說 剛才是說跌穿24076 真的做淡 買69933 去對沖倉位風險 那 說的是向下追突破 對沖倉位風險 但是 那些市場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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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一隻 恆子紅症 去對沖倉位風險 行不行 如果市場夾上去 你已經預料了 美團這些一定是升到 在那時候的情況 如果我 跟著等市場夾上去 夾到多少時候 買恆子紅症 行不行 沒有說不行 沒有說不行 但第一 我不會說 如果市場夾上去 我買恆子紅症 做對沖倉位風險 我不會買2533 因為市場下級阻力 大約是252 253 這些位置 如果市場夾上去 我收回價 如果對沖的話 我不會減這麼近的收回價 如果市場夾上去 第二 如果市場夾上去 我怕下一段 如果市場夾得夠上去 它會夾得比較厲害 所以我又不敢 在市場夾上去的情況下 要不要亂去買一些 做淡的東西 反而我會傾向 讓它跌穿某個支持位 才有做淡 我的策略是這樣的 所以簡單來說 今天想跟大家說 記住 如果整個股票 整個香港股市 資金還是集中 流入那幾十隻股票裡面 強者越強 我不會去碰那些 不懂得動的股票 或者是越西股 不會貪便宜的股票 那股票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 剛才也舉了例子 舉了例子 那些股票例如是甚麼 新經濟股 叫做醫療器械 物館 這些我都很喜歡的 那 如果 回到窩囊龍正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是 主力集中炒 強勢 例如美團 跟手來講 穩 不對勁的話 就是 跌穿某個恒生指揮的支持位 就是做淡恒指 做對沖節的倉位風田 我的結論會是這樣 OK 那今天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那接下來 今個禮拜五 我都會見到大家 不過今個禮拜五 就會跟美股隊長 就會做節目的 基本上都是跟大家分析 看看美國指數 美國指數的市場 OK 那今個禮拜五 差不多這個時間 再見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